各位,我曾經被釣倒了 的確有一個好奇心在這裡 它就說震驚,一個高中剛剛讀了兩個月 靠走後門上大學的學生 最後成為中國的先進簽20戰鬥機的總設計師 這個國家怎麼搞的 我看後門這麼厲害 幸好他將截圖說了 簽20的總設計師 應該有一個百家講壇 他就說 我正好初中畢業 畢業考試的時候 六門科 我五科100分 嘩! 一科99分 差一分就滿分 他就試試申請破格參加高考 沒想到就被批准 所以進行了高中入學史之後 兩個禮拜 他就參加高考 填布志願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準備 北大清華一填 後面隨便寫幾間學校的名字 然後成績考核下來 都不錯 離開北大清華和科大 但少年班取六線 只差一兩分 嘩! 那時他是小學 初中畢業 在讀高中的時候 難怪他讀這麼少時間 兩個禮拜之後參考 還有就是 還有一些問題 有幾間大學 非常想取錄他 但由於他是色藥 看不到顏色 只能夠學數學和力學 不符合我部學校專業的 錄取要求 所以招生的老師 覺得非常遠色 西宮大的招生老師 就不忍放棄 他向當時系主任 羅時鈞老師打電話表示 羅老師即得就說 就說 招呀!我也是色藥 那我就招到他的專業 這下就峰回老轉 在他的大學夢 終於實現了 當時我已經在高中 上了將近一個月的學 所以他非常開心 和我高別 拜拜 我要上大學了 當時我正好是十五歲 這個天才來的 而是 中國如何可以 在中國這麼多學生之中 能夠將這些天才提拔出來 讓他可以更加好 貢獻給社會 貢獻給國家 這個我覺得才是重點 我認為 要將這個天才 留在初中 要他多長幾年時間 我覺得很浪費 這個政策做得好 他有這樣的能力 就給他上 現在證實也對 他是 簽二十戰機的總設計師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人是甚麼天才 好厲害